香港海关3月27日在香港国际机场 正破一宗大型空运走私怀疑黄金案件 检获约146公斤怀疑黄金 估计市值约8400万元 以案中检获走私黄金的市值计算 是香港海关有纪录以来最大宗走私黄金案件 根据封检评估 海关当日于香港国际机场海关验货场检查 一个准备出口往日本 报称再有两个空气压缩机的空运货物 经查验后 海关人员在该两个空气压缩机组件内 检获该批京都母及艺装成空气压缩机零件的 华尔走私黄金 跟进调查后 海关人员于4月3日在红磡区捕 一名31岁华尔涉案男子 案件仍在调查中 被捕男子验证保释后查 海关会继续透过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 严厉打击各类型走私活动 走私属严重罪行 根据进出口条例 任何人输入或输出未列创单货物 一经定罪 最高可被判罚款200万元及监禁7年